再来看一下这个百合 这个百合的花蕾现在是越来越大了 可能要不了多久就可以绽放咯 百合开的花是非常漂亮的 但是最近有很多花有问我 为什么它的这个百合花蕾是长出来了 但是要不了多久都削包了 这是为什么 引起这个百合花削包的原因 其实是有很多种的 首先就是这个光照能不能达到它的这个最低要求 因为这个百合花它是非常喜光的一个植物 所以每天最少最少要有三到四个小时左右的直射光 而且还是不能那种隔着窗户晒的那种 所以如果是那种封闭式的阳台 是不适合要这个百合花的 然后就是这个盆土 虽然百合花种在地里的话 这种田园土照样能长得很好 但是这个盆栽的话 如果土壤透气排水性不好的话 也是会影响它 引起它消包的 还有这个浇水不当也是会引起它消包的 因为种这个百合的花盆普遍都比较的大 如果浇水的话 每一次只浇那么一点点 可能只有这个表层的土它是湿的 而底下的土它可能还是干的 如果是长期这样的话 那么就容易引起这个百合缺水消包 除了以上的几个原因以外 还有如果这个施肥过多也是会引起它消包的 大家看一下自己是哪种情况 那如果这个消包了要怎么处理呢 其实比较简单 如果这个包消了 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剪掉 把消包的地方剪掉 然后我们多重的养球 也不要就是说放弃它 养好球的话 明年还是会开花给你看哦 好了 今天的花园生活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继续 您要得证明一下 您好 您好